吉安湘庆祝国庆日是以观光风筝节为主题 10号的上午10点10分举办了升旗典礼 现场有数千人是齐声高唱国歌和国旗歌 并且高放风筝象征腾空高飞 场面是相当的热闹欢欣 充满无限创意与活力的吉安湘长游淑珍 今年的国庆日庆祝活动是以观光风筝节为主题 结合了国家生日庆典和亲子共游同乐 举办109年的国庆升旗典礼 今年我们希望我们更多的孩子 吉安的宝贝 花莲的未来 国家的主人公 能够有更好的参与 所以今年我们吉安湘办理了国际风筝节 当然因为疫情的部分 只能把国际拉掉 所以我们就开启了观光风筝节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的家人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来共享我们的幸福 地方的美好 最重要的是也来邀约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在今年的双十国庆十月十日十点十分 共同为我们来冉冉身上我们的这一面美丽的国旗 我们相信国家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爱 而且呢一定是我们没有国哪有家 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小区块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手牵手新年星为我们共同来执行这样的一个美丽的铺陈 10月10号上午十点十分 现场上千的民众面对国旗高唱国歌 并且向国旗敬礼场面隆重庄严 接下来是放风筝的活动 乡长游淑珍和现场贵宾一起高放风筝 象征着腾空高飞 而乡公所也准备了600面的风筝送给现场的小朋友 让亲子一起在广大的草坪上放风筝 在国庆日这一天看着满天飞扬的风筝 现场民众内心慷慨激昂 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家国平稳安康的重要性 借理会前安相报道